有的时候常常出现状况 因为他我判断的是这个名称 我看一下是不是打错 因为如果说你那个 这个 应该是那个名称他比对的时候 因为常常那个 这个名称 你要完全一模一样 要发现 什么问题呢 大小血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如果在 在VB里面 VB里面他是大小血视为一样的 那可是在CSHOP里面是视为不一样 所以特别特别注意 他这部分的话呢你只要大小血不一样 他就是不给你过 这部分的话呢特别注意我自己把他打小血 你再把他改为大血 这样的话呢他切换就不会有问题了 否则的话呢这个地方你怎么弄 他点下去其实就 就不会跑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部分 这应该是OK的 没有问题了 有没有点下去 这时候听话了 所以大小 大小血的部分呢 也特别那个刚刚用那个slate 去判断说点了哪一个之外 那我刚才有讲过就是说你可以透过 Jawdown list的这个属性 他有item里面 这个特别注意他item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编号 是从零开始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到底他是点了哪一个 item 点了哪一个项目 那你们可以看到在items里面 将来如果你要新增的话 就直接从这边做加入的动作 如果你有还有更多的话你可以陆续加入 那我刚刚讲过就是他的属性里面 有几个吗 什么able 这个 slate 有没有slate 预设值 这应该只有这个是true 其他都是都是false 然后显示的文字还有一个value 那除了这些属性之外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这个东西前面一定会有的 你只要加一个项目他就会给他一个index 就是他的所影值 那这个地方我们除了说可以透过value去判断说他点了哪一个之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index 那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说你要修改程式呢也非常简单 如果将来 你不需要用那个value去判断你要用index 反正你就第几个就是了我就 点了第几个我算一算你第几个我就给你第几个 那你程式也可以这样 那写作的方式 也说也比较弹性一些 那程式要怎么修改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下手 其实在那个 这个这种 这这种 这个这个 视窗开发里面或者是那个网页开发上面 如果你有用过这控制项你大概就知道 控制项里面的一个特色 这控制项里面的话 他有一点可读性还蛮高 就是说 select value 就是 选取时候的词 对 那你要你 你你就可以去挑吗比如说里面的话呢 有没有一个叫 slate slate的什么 有item 那item的话里面会有项目 哪一个项目 然后呢他底下会传出来给你有没有 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属性 另外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